梁武帝硝烟 大概是真老糊涂呢 对于得寸进尺的侯景 一会儿要钱 一会儿要粮 一会儿要人 一会儿要兵人 他全都答应 师叔说朝廷未尝拒绝 从来没博过这面子 侯景是真是蹬鼻子上脸啊 妄为贪婪 他又上表 要求要娶媳妇 娶媳妇还用上表吗 何景这么大岁没媳妇啊 不是 他得换一个正式的妻子 原先的妻子不是名门大族啊 要换谁家的呀 两家 给他挑一个吧 要么是王家 要么是谢家 他倒不傻 知道王谢乃是当时的门法大族啊 要娶这样家的姑娘 作为我的妻子 梁武帝这回没答应 回书 写得很委婉 但是这个事不能满足你 为什么 梁武帝消炎 虽然重视寒人 重视数族出身的人才 但是他对这士族门法的大家庭 也相当保护呢 不能乱了规矩 下通婚 那还哪有数族跟士族之分呢 所以不能应允 告诉他们 王谢高门非君之偶 可考虑朱义 朱大族的女儿 把这谋士朱义给气坏了 合着王谢门地高 我们家闺女就门地低 给猴警了 梁武帝说 就拿着举个例子 像你们这些人的女儿 他可以挑选 侯警得的这诏书 是勃然大怒 把这位自卑又给勾出来了 我怎么就不配 娶王谢的女儿啊 待我得知之时 必将将吴敬子女 全都配给我的兵士当奴啊 就这一封 蜿蜒拒绝书 把这侯警侯先生给气疯了 侯警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这前面咱们说过 他算身有残疾 现在变成身残治残了 不身残治奸吗 不 心态已经难以收拢了 严重发生了倾斜 身残治残的侯警将军 报复心已经没法遏制了 极强的报复欲望 心想 有朝一日我要赢了 所有江东美女 我划了够了都给我的将士 我看看你们到底江东有多少大户 想当初 慕容少宗带军队 大败侯警的时候 侯警不是仓皇出逃吗 他这个人就是特别敏感 跑到半路上 偏赶上有人在那唱歌谣 歌谣说什么呀 侯警仔细这么一听啊 这字咬得还真清楚 怎么唱的呀 唱词是 他说地不平 我说地有坑 下面一只大帛驴 一走一晃灯 嗯 侯警一听 就感觉打几天钩 往上冒怒火 直冲顶梁啊 什么叫大帛驴啊 侯警低头一看自己 一腿长一腿短 走道就一颠一颠的 到底是地不平 还是有坑啊 这不说我的吗 我一走一晃灯 我没点灯啊 坑 侯警这气呀 也不管人是不是说他呢 派你追兵 过去 把那人给我砍喽 杀完了接着逃啊 其实人家可能是在那说别人 或者是唱儿歌 斗着玩 兴许斗孩子 什么可能都有 并未准冲着侯警 但是侯警这种偏狭的心理 绝不允许 受到一丝刺激 他这种种造反的举项 被宗氏王发现 有波阳王消贩 秘密的给朝廷上表 用确凿的证据 证明了侯警 是准备要反叛朝廷 反复上表强调这一点 结果 都被那大谋士朱毅给顶回来了 朱毅大概是想起那三百两金子了 也许是替着这梁武帝 继续做这个人员 表示昆荣大度 他回信给这波阳王消贩 你波阳王怎么就不能让国家 容下侯警这样一个客人呢 和这论调这语气 跟梁武帝感觉一模一样 一直搭侯警当客人 随后数次 破阳王消贩上表 都被主意干脆压着也不发 也不报 连回信都不回了 而侯警呢 秘密派人 跟驻守在淮河上游的 梁朝大将杨鸭人相约 他们打算一起造反 杨鸭人逮捕了他的使者 谁跟你造反呢 你打算拉着我 我才不能跟你侯警 那么一个博人 做下大逆不道之事呢 杨鸭人表面应允 实际连人质带书信扣下来 送往建康 侯警还不知道信呢 结果 这人证物证都在 朝廷居然下诏书 以使者赴健康之欲 没多久 讹谢浅之 过不了几天 把他放了 没再问 您说这梁武帝 消炎 够多昏庸 这已经到了几点了 你这等于把杨鸭人 杨将军给卖出去了 不知他怎么想的 是以至此 侯警一看 我也别捂着盖着他了 我呀 索性破罐破摔吧 他露出这副泼皮无赖像 上奏梁武帝 求梁朝杀掉杨鸭人 杨鸭人分明是诬陷我呀 他来个反咬一口 而且当朝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 他还给提意见 现在是招兵买马 粮草充实 他说话的腰眼有点底气了 哪不对呀 朝廷跟卫国和谈 让我怎么办呢 我可没面子 多次阻拦怎么就不听话呀 而且我现在没有退路了 朝廷应该隔让江西一块地方 让我作为屯兵之所 要不然我就带领兵马 攻打明月 我往东南发展 我给你个好看 我让你的国土出现乱的 哪有这么跟朝廷谈条件的 看着这样的书信 一般清醒的帝王都应该拍案而起呀 这两个五弟居然还没着急 估计这佛经读的太多了 这宽容的已经不像一般人了 他这份宽容 还真就让这侯景有点不好意思了 怎么呢 真给他割了一块地方 作为你屯兵之所 以前朝廷的事情 做的事不太周到 他还一句认错 让这侯景觉得 哎 这老皇帝好欺负啊 看看老皇帝怎么说的吧 梁武帝在回书中达到 贫穷人家招致五个十个客人 都可以让这些客人人人欢喜 朕唯独军一位客人 怎么会让你有怨言呢 一定是朕的不对呀 他一个劲儿捡脑 派使者 带钱粮带布批 带荣誉 慰问侯景 侯景一看 就这糊涂的皇帝 我还跟着他干什么劲呢 取代他得了 不过 诺大的良朝 也不是说推就推得翻的 我得找一个内应啊 挑来捡去 找准了一位宗室王 是林赫王 叫萧正德 萧正德 是当今两五弟萧衍 六弟弟萧红的三儿子 最早 萧衍没儿子 就把这侄子萧正德给过去过来 算自己的长子 可是这萧衍也把他过去过来了 自己也生儿子 萧正德当时以为自己能当太子呢 没想到萧衍越生这儿子越多 好嘛 萧正德一看到我怎么办呢 萧衍倒对得起这侄儿 封他 为西封侯 也算侯爵之位的 萧衍立自己的儿子 叫那位昭明太子萧统 作为储君 将来留着继位 萧正德就算恨上这萧统了 愤恨之余 他竟然投奔了东魏 因为这样的人呢 谁都看不起 东魏的高士一看 你那边不能继位 你就被叔父而投敌国 皇帝是你叔叔 你自己是西风侯 这待遇够高的了 我们这边跟你没这么深交往 说不定哪天 你还能背叛我们 果不其然人家这么一冷落 这小子又逃回粮朝了 见他叔父萧衍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吐哭啊 因为是自己的亲侄子 虽然曾经有卖国罪 萧衍一片菩萨心肠 是弃而竖之啊 一边哭一边饶恕的萧正德 还让他官复原职 没多久啊 还加封他了呢 善待你 你回头是岸 我家封你为林鹤王 由猴儿封王 这要是一般人 那不得感恩戴德呀 这萧正德 还有抱怨之心 暗中阴阳死士 打算造反 养着赶死队 除米 击祸 希望国家有变 盼着天下打乱 自己好友作为 你说这什么侄子这是 恰在此时 他接到了侯景的书信 说大事成就之后 要立自己为皇帝 侯景做首辅 哈 萧正德正想当皇帝 他大喜过往马上就答应了 劝侯景 赶快发兵吧 别耗着了 今 我为其内 公为其外 咱们俩一里一外 何患大事不计呀 机事在速 今期时已 机密的事情就在于抢速度 别再犹豫了 梁武帝太清 三年 这一年的九月 侯景正式 在受阳起兵造反 由于当时 梁武帝身旁 以朱毅为首的这帮谋士 皆以奸佞交贪 避主弄权 为识人所及 好些人对朱毅这帮谋士 贪钱 欺上瞒下 结党营私 对种种行为都不满 所以侯景也抓住这一口诗 就以反对朱毅清军策为由 杀问健康 最主要的侯景 恨那朱毅 当时给你三百两金子 你也没帮我说话呀 梁武帝听说侯景起兵 不过他没生气 他居然乐了 这瘸贼有何大作为呀 何着梁武帝真看不起这侯景 你怎么 你能有什么本事啊 带朕用鞭子抽他一顿 狗奴才不听话 我答答你 这梁武帝天子威风 好大度 居高在上 他轻视侯景 但是轻视归轻视 那是战略 战术上还要积极布置 他严格派人布置防范 下诏 以河州刺史南阳王萧范 为南路的都统 北州刺史萧正表 为北路都统 四州刺史柳仲理 为西路都统 散其长室裴之高为东路都统 最后派遣自己的五儿子 少林王萧伦作为总督督 率队讨伐猴景啊 应该说这是大的军事调动了 人马不可畏不足啊 粮草也很充倍啊 这一台猴景都傻了 他问自己那高级智囊 大谋是王伟 如果这少林王萧伦 集大军 围攻授阳 他们人多咱们人少 比众我寡 必为所困 我怎么办呢 王伟一听 我看大将军不如 弃淮南 绝治东相 您甭在授阳这儿耗着 往东走率清骑兵 突袭建康 直接偷袭他的都城 萧正德在都城内做内应 大王功其败 他返于内 天下何仇不定啊 侯景一听 对 命自己的小舅子 你先临时给我看着家 守着寿呀 他自己假装出败打猎 实际带领着精兵 人不知鬼不觉 声东击西 他先打的侨城 就现在安徽楚州啊 打的侨城之后 下丽阳 安徽的河仙 丽阳太守 叫庄铁 一看打不过侯景 这庄铁就投降了 这庄铁投降 就够可恨的了 他还向侯景 献成一条毒计 说国家成平日久 人久不惜战呢 几十年都不打仗了 没什么战斗力了 门厅大王您举兵 是内外震惊 您应该趁着他们惊讶 无准备之机 迅速奔健康 兵不血刃 大功告成 那胜利就您的了 您如果要去慢了 朝廷稍有准备 甭多 派一千人守住 彩石这个地方 您就有精兵百万 也过不了长江 您说这庄铁 给我多没骨气啊 时日修良俸禄多年 投降就投降吧 你干嘛一见封喉啊 他倒知道彩石的重要性 这么一献策 可是要了他老东家 梁武帝的命了 庄铁所有者 就是彩石的归属 谁能占领彩石 光是这庄铁看明白了吗 梁朝的老将军杨侃 也看到彩石的重要性了 他向梁武帝也同时的建议 应该派两千精兵 赶忙占据彩石 以防敌人渡江啊 催促少林王萧伦 那不是带着总队人马 在那攻兽阳的吗 让他们赶快分兵 先聚住彩石 一是侯景进不得前 退不得退啊 这样一来乌合之众 自然马解啊 这话是金玉良眼 偏偏那位受宠的谋士 朱义朱先生坚决反对 怎么呢 你也太长敌人志气 灭我天朝威风了 侯景乃乌合之众 他凭什么 能够带领人马渡江啊 他也没有这想法啊 梁武帝当然听注意的了 杨侃一声长叹 此败天意 老天爷要王梁没办法了 在这节骨眼上 梁朝不但没派人去聚守采石 而且下诏 让林赫王萧正德 这个大内奸 作为平北将军 您瞧挑这人 把军事要地 交给萧正德了 萧正德正打算耗子动刀窝里反呢 他林盟背下数十艘巨船 以渡鲁尾为名 暗地里 他把侯景的大军都用这大船偷偷运到长江这边来 人家没打仗 没飞一兵一族一刀一枪一剑 侯景的人马过了长江了 侯景渡江前还真嘀咕采石呢 那万一有人怎么办呢 萧正德高兴的告诉他 没人 我刚去过 嘿 侯景高兴万事大吉 马上动过长江 他的人马占据了彩石 这军事要地一归的侯景 他说话底气更足了 现在招兵埋马 招了多少人了 一万多了 建康城听说侯景已经过了长江了 吴拉一下跟放了定时炸弹一样 长翅膀了吗 怎么来的 建康城一片惊讶 连忙宣布全城戒严 到了都城边了 你说多慎得慌 太子萧刚也是一副戎装打扮 随时等着打仗 他亲自要指挥军事 可惜啊 朝廷这会儿还重用了内奸萧正德呢 让他带领精兵 聚守朱雀门 让他配合太子萧刚的两个儿子 分别守住几个关键城门 侯景 简直都快乐疯了 自己这边 在姑俗慈湖这一带的进展顺利 不久 一路进攻 顺利的就到了建康城外的板桥了 而且派自己的参谋 进建梁武帝 有要当面谈的条件 书信写不明白 梁武帝召见 这谋士近来 说有要事跟皇上单独谈得 并退左右 有中书社人高善宝 大声提醒啊 你是贼营派来的使者 到底有什么事情 难以推测 你单独跟我家陛下面谈 万一伤招万岁呢 这高善宝高大人 是一片忠心的 您再看梁武帝宠心的谋士注意 好这位诸夫子 还想讨好 那位侯景呢 当着侯景特使的面前 他还要做好人呢 怒惑这高善宝 他的级别比这高大人高得多呀 你怎么那么没礼貌讲话呀 这位贵使乃是侯景派来的 怎么会是刺客呀 嘿 他还帮着人家说话 这贵使也真对得起这注意 拿出侯景的奏书来 陛下您看看吧 侯景最恨的就是 用手一指注意 就这种人 欺骗您多少年 被主弄权 所以我家大王祈求 带兵甲入朝 请为君王 请君侧 就把他除了 注意这惭愧呀 连惭愧带害怕 就觉得脖子跟那冒凉风 心想我拍马屁拍痣装上了 他要取我脑袋 这怎么办呢 健康城里边一天比一天混乱 史书上说 公司混乱 无负次第 全都恢复不了了 军士们毫无约束啊 他们争相的冲入兵器库 取兵器 拿铠甲 也没有什么纪律 可以约束了 现在城中 真正能打仗的 就这位杨侃 杨老将军 杨侃一看 军队不能乱呐 一声令下 凡是犯法人 全都斩呐 一连斩了几十个 犯法的军族 这才把部队 给稳定住 自打梁朝建国以来 四十多年 没打过什么仗 境内是一片平安 边关打仗 那影响不到健康 现在健康城里乱成这样 就剩一位杨老将军了 这不是悲哀吗 史书说杨侃 胆力巨壮 太子身仰仗之 太子对杨侃很信任 很器重 这杨侃 那也是大户人家呀 西晋初年 不有那杨户吗 这都是一脉相承啊 他是泰山人士 现在山东泰安 杨家那是大族啊 他的祖父 在刘宋时期 就立过功勋 杨侃 曾经在北魏 做过泰山太守 后来 率军 反魏 而归梁 投靠到梁武帝 萧衍的帐下 他跟高欢的人 一番苦战啊 高欢代表 魏国的强大势力 来追着杨侃 一边打一边退 但是人家杨侃 从容退出魏晋 都说高欢可够能打的 居然就没伤了杨侃 一兵一卒 都没有获得 你想这杨侃 进退有方 多会打仗 由于 知道很多自己手下的士兵 都是北方人 家眷在北方 杨侃也没有 难为大部队 全都跟自己走 多少年带兵 带出感情来了 跟众人是洒类而别 你们乐意回家北上的 我绝不拦阻 面对这样 有情有义的将领 当兵他们 没一个不哭的 可为情深义切 杨侃 带领坚决 跟自己走的人 投奔梁国 到这来 是屡历战功 现在杨侃已经老了 侯景的大军 已经到了朱雀桥了 朱雀桥 是当时秦怀和尚 一座著名的福桥 谁在这守着呢 太子萧刚 派那大内奸 萧正德 在这看着呢 这萧正德分兵两处 一边看着朱雀桥 一边守着宣扬门 朱雀桥 这谁总负责呀 萧正德 特别以东宫大学士 于信 守朱雀们 这于信 可是当时 文坛的领袖啊 写文章 那是内行 那是高手 但是要说领兵打仗 他还真外行 带领文武 三千多人 就在朱雀福桥的 北大营这 在这守着呢 就在这坐等死守 眼看着 侯景的军队 是逼近了 朱雀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